国防部,推动中美两军关系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人民网北京11月25日电,今天下午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,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介绍 吴谦表示,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持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,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中方重视发展两军关系,愿与美方保持交流合作 但一段时间以来,美方在台湾、南海、舰机抵禁侦查等方面 讲了很多不负责任的话,做了不少挑衅性的事 对此中方理所当然要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 我们多次讲过,中方对发展两军关系是有原则的 那就是中方的主权,尊严和核心利益不容侵犯 特别在台湾问题上,中方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 美方不应抱有任何幻想